哈囉大家好我是巴尼 看標題呢就可以知道今天要給大家介紹一款 巴尼非常非常喜歡的遊戲 但先說好這絕對不是工商喔 但如果是工商的話我會非常開心 會接的非常非常的開心 可以給我一大堆的彩羅 我會抽時裝抽到爆 但可惜的是這真的不是工商 只是因為巴尼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歡 所以決定呢來做一集 關於這款遊戲的十大好玩的地方 來推坑大家分享 大家來跟巴尼一起玩 雖然如果呢要巴尼說的話 我覺得他好玩的地方 絕對不止這十點 我一定可以說出更多更多我喜歡他的理由 那目前呢 巴尼就先大概挑出了十點 那第一點呢 巴尼覺得這一款手遊 非常非常容易認識到朋友 有沒有像巴尼一樣是在家裡工作 或者是說環境啊已經很固定的人 比較難去接觸到新的人 認識新朋友的族群 那這一款遊戲呢 其實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他真的可以認識到你可以交新的好朋友 甚至呢巴尼也在上面認識了不少朋友 當然不是說耳男類類的 就是真的你可以跟他好好談談 巴尼有聽過幾個 就是幾個朋友呢在這款遊戲上面認識 然後最後面呢還約出來一起吃飯 然後變成好朋友的案例 真的是太多了 雖然大家呢玩這款遊戲的目的都不太一樣 如果你只是想要以純粹交友目的的話 也非常非常容易交到朋友 但是還是要自己注意安全 畢竟呢還是有純粹想要找伴的人在上面 就是虎視眈眈的看著女生們 我是不知道有沒有女生虎視眈眈的看著男生啊 也是一定會有的 畢竟巴尼真的在上面認識了幾位還不錯的朋友 然後還有持續在聯絡 很奇妙的是 之前巴尼退坑過嘛 所以呢在一年前巴尼有玩 然後現在一年後回去玩之後 又遇到那些人 我就會覺得超級感動的 就是那些老朋友都還在 而且他們真的持續玩了好久 我覺得很厲害 他們已經持續玩這款遊戲玩了一年多了 然後因為這個遊戲有頭銜嘛 然後他們的頭銜也非常的頂端 所以呢巴尼就爽爽抱大腿 好啦這不是重點 就連現在十個一年多回來玩 也認識到了幾個還不錯的新朋友 所以呢網路人不孤單 不要再邊緣了 打開風之國度 你也可以跟巴尼一樣好好的交朋友 不然你看像巴尼又窄又不愛出門 然後身邊朋友也不多 這樣是要怎麼認識新朋友 所以這大概是我會喜歡他的其中一個點 啊在這裡還要補充一點 雖然呢這絕對不是重點 不過有些人呢可能會為了這一點想要來玩這款遊戲 這款遊戲的女性玩家非常的多 為什麼呢 因為我第二點就要來講了 第二點就是 他的角色外型非常的可愛 而且時裝造型很多 實際上呢也都不難抽 不貴 但是你如果要每套都收集呢 那肯定貴到爆炸 他的角色外型呢覺得偏 比較日式吧 比較日式可愛風格一點的 然後又再加上他的衣服設計 都是很蘿莉很可愛 一定很多女生會非常喜歡 我不敢說男生們對於時裝上會非常喜歡 因為我覺得男生的時裝其實沒有到那麼吸引我 但是女生的就非常好看 所以我覺得大概是因為這一點 所以上面的女性玩家非常的多 他的時裝類型呢總共包含了衣服還有被飾 那再來他的頭飾呢 是跟裝備上有關係的 這個比較複雜 我們先不講 總之就是很多很多很漂亮可愛的頭飾 獸耳啊或者是一些皇冠類型的 女生看了絕對心花怒放 你想當兔子 想當獸人貓咪 想要當什麼都可以 邦尼呢也在這款遊戲的時裝上付出了許多 不管是金錢啊還是 總之太多了就不說了 說出來我怕等下背後有一雙眼睛會一直盯著我 我現在背後超燙的 第三點 我想這一點呢一定是大家非常在意的 因為呢一款遊戲好不好 要來看官方呢重不重是無課玩家 那這一點呢 邦尼就是要說 我覺得他在這方面呢做的還算不錯 非常照顧無課玩家 你無課呢也可以在這款遊戲上得到非常高的成就 別人課金呢 只是提前拿到那個頭銜而已 無課玩家絕對也可以做到 你只要每一天呢 把可以收集到的素材濃好濃滿 只要花時間你也可以跟他們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點非常重要 假設說呢 你就算花了時間不花錢 你仍然達不到那個境界呢 我覺得那款遊戲就是做的非常失敗的例子 如果呢你可以靠時間靠你的乾去濃出來的遊戲 我覺得都還算不錯 就是你還是可以做到 你不需要花錢 你仍然可以做到那些 我覺得這點非常的好 所以總結一下這款遊戲呢 課不課金只是差在時間早晚的問題 我覺得這點是邦尼覺得最OK的 尤其又是因為這款遊戲呢 比較走PVE的關係 所以就算別人課再多 如果你不去管排行榜的話 基本上是影響不到其他玩家的 而且在這邊呢 也稍微提醒一下大家 我覺得呢 這款遊戲小課小課玩就好了 真的不要課太多 如果是女生呢 就課課實裝 偶爾課一下喜歡的做起 我覺得都還是OK的 但絕對不要想 我今天呢 就是要做這幅的大的 我就是要課到最大第一名 絕對會有人在課的比你更多 絕對不要得失心太重 如果你在這款遊戲上呢 得失心太重 你只會一直一直 無限的花錢 無底洞而已 而且這樣你玩到後面 你賣出去的價格 絕對沒有你花的這麼多 而且我覺得 看他們玩成這樣呢 要說羨無羨慕 那肯定是羨慕的 但是呢 人要實際跟現實一點 我們看他課得開心就好 尤其呢 如果他又是跟我在同工會的呢 我絕對鼓勵他課到爆 好不好 課到他開心為止 接下來第四點呢 家園系統 家園系統呢 是邦尼對於這款遊戲 喜愛的幾大之一 邦尼很喜歡那種農田的遊戲啊 或者是 有自己的家園 可以佈置空間的那種小遊戲 就以之前的心路股來說好了 我覺得那種遊戲呢 都非常的吸引我 模擬類的遊戲啊 那這款遊戲 它居然還有家園系統 這種類型的東西 它的家園呢 你可以花時間去收集素材 它的生活技能 它的生活系統呢 有包括 釣魚 採礦 跟砍樹 你每一天呢 都可以靠這三種東西 累積素材 最後呢 可以靠你累積下來的這些東西 去蓋一個非常漂亮的椅子啊 或者是各種建築 而且還可以邀請朋友來你的家園玩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 另外呢 它的家園 其實在這款遊戲上 有個非常重要的地方是 它可以養狗狗 狗狗還有分 柴犬跟餓哈 另外呢 現在也可以解鎖貓咪 我覺得這就是家園的一大萌點了 寵物呢 會在你的朋友 餵食它 餵到十個之後 它會出去玩 然後玩完之後 回來會帶很好的禮物來給你 所以呢 大家都會互相加好友啊 來幫我餵狗餵狗 餵我的狗缺幾個來幫我餵一下 大概是類似像靠這樣子 維持大家的友誼 沒有啦 這只是其中一種方式啦 而且你也可以藉由餵狗呢 去認識到很多人 因為大家都很希望別人來幫忙餵狗 像邦尼呢 一開始就是 來加好友餵狗喔 然後就會有很多人加好友 然後互相認識 這當然是其中一種方式啦 就是 邊緣人呢 總得招電力遊 叫他們加我好友 是吧 除了超級萌的狗狗呢 跟家園的裝飾布置 他其實最重要的呢 還是跟他的生活料理有關 你需要在你的家園呢 種各式各樣的蔬菜 然後囤貨 每一天呢 會有客人來 然後你要解那些客人的訂單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 當然呢 等級越高 然後他們要求的也會越難 絕對不會讓你無聊 而且角色呢 吃料理還會附加 就是幾個小時的附加屬性 所以呢 像是很多朋友呢 可能自己很懶的弄家園 啊你很喜歡弄家園 你就可以煮料理給他們吃 是不是 這又是一個交友的方式了 各位要學起來 那料理呢 他一開始也不是把所有食譜都給你 你需要靠收集那些食材 然後看食譜 而且他不是一次就成功 他是有成功機率 是會失敗的 所以你必須把他解鎖出來才行 邦尼呢 有做一個料理 做到所有身上都空空的 還沒解鎖過的經驗 所以呢 其實也是一個很像無底洞的料理啦 想當小當家的呢 可以來嘗試看看 邦尼雖然呢 對這個家園系統非常的熱愛 對這個料理系統呢 也非常的喜歡 但我就是很衰 現實中不會做菜就算了 能不能遊戲裡 讓我拿點料理的成就感 不然每一次大家都在笑我不會料理 其實也是挺難過的 你們在笑我在哭好嗎 那第五點呢 剛剛有稍微提到 這款遊戲的走向呢 大體上都是PVE 因為巴尼自己本身呢 遊戲比較喜歡玩PVE 所以這當然也是吸引我的點 那如果你是喜歡玩PVP的玩家呢 裡面也有很多可以PVP的 非常的多 他的許多的副本啊 通常都是大家組隊一起 比較少要競爭的 每天固定打的東西呢 都是可以互相幫忙的 我覺得這點非常的好 就算自己打不過 你也可以尋求公會的人來幫忙啊 或是認識的人來一起打 一起玩遊戲的感覺 那如果是喜歡玩PVP的玩家呢 也不用擔心 裡面呢除了有競技場 也有活動呢 叫做奪寶 你可以進去裡面大殺特殺都沒有問題 而且還有很多是可以玩家之間競爭的 比如說公會的公會站啊 或者是公會有很多活動 都是公會之間競爭好玩的 而且如果你和大家一起從小 經營一個公會 然後經營到很後期 變成第一大公會的時候 那種成就感跟感動 真的是說不清的 而且如果真的到了那麼後期呢 你跟公會的大家 感情一定都是非常的緊密的 大家就像朋友一樣 只要誰呢 突然說要退坑啊 或者是說要不玩了 你一定都會非常的難過 就是這麼的真感情 再來第六點呢 公會系統 在風之國度裡面呢 公會叫做聖團 但是呢 邦尼還是習慣叫他公會 畢竟以前玩遊戲都是 公會公會的叫 總之呢 公會裡面有各式各樣 屬於自己公會的活動 另外呢剛剛也有提到 有很多公會之間競爭的活動 在風之國度裡面呢 你加入公會有蠻多的好處 而且你有許多的素材呢 是必須透過加入公會呢 才可以拿到的 公會每一天 都有叫做 狸貓軍團的吃貨來找你 如果呢 你沒有把他打散的話 如果你沒有擊退他的話 你的公會呢 就會被偷三百塊 三百塊雖然聽起來不多 但是因為他每一天來的次數很多 你就會三百三百的一直被偷 有一些小公會 剛建立的困擾 大概就是狸貓 因為呢 狸貓在每一天都會有固定來一隻狸貓王 大隻的 如果呢 你的小公會沒有把他打贏他的話 你就會被他偷錢 但如果打贏他 他就會掉落很多財寶給公會的成員們撿 我覺得狸貓呢 在公會裡面 也算是蠻讓公會團結的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他每一天都會存在 然後呢 大家每一天都會在固定的時間集合在一起 再來還有很多呢 是公會之間成員一起做的活動 像是公會成員呢 一起進去打一個大型副本 每周呢 會有一天一起打這個大型副本 而且拿的獎勵都非常的好 所以基本上呢 想充戰力的人一定都會想要參加 再來 公會之間競爭呢 最重要的就是聖團爭霸 他會在呢 每周二跟四 然後隨機配對其他公會打架 那他打的方式呢 有點像打囉 他有三條路 上中下 就看各自的聖團長呢 怎麼樣決定 讓隊伍走上中下 還是全部一起走中 直接推過去 把對方打爆 那這就看 就是各自聖團長的決定啦 另外呢 如果剛好對到跟你差不多實力的公會呢 其實是真的打的非常的刺激的 我覺得大家如果來玩這款遊戲的話 一定要來參加看看 邦尼就算再忙 每周二跟四的聖團戰的話 一定會參加 因為我覺得這算是在公會裡面非常重要的一環 另外呢 他這個一直打上去 會打到最後的前一二三名 最強第一名的公會呢 還可以拿到維持一周的座齊 非常的帥氣 再來還是要稍微提及一下 基本上 公會跟公會之間呢 還是希望都是兩性競爭啦 就是要打呢 就到戰場上打就好 然後一旦下了戰場 希望跟其他公會呢 還是蠻和樂融融的 我覺得這才是 最佳理想的狀態啦 再來第七點呢 是我覺得還蠻獨特的一個系統 他可以唱歌 然後上傳到一個叫做娛樂的平台 然後大家會為人拿一些升級上的素材去聽 也有可能呢 是因為覺得你唱得很好聽 所以呢成為了你的粉絲 你可以在那個平台上獲得是一般遊戲上得不到的成就 尤其又是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上傳 所以真的可以聽到各式各樣的歌聲 有的很好聽 有的很可愛 然後呢大家都可以去聽看看 邦尼偶爾呢也會藉由這個平台練練日文歌 畢竟機會難得嘛 想說既然要唱歌的話就唱唱日文的好了 然後邦尼自己的姐姐也有玩這款遊戲 然後她就屬於那種很愛唱歌的人 所以呢通常都會去搶那個唱歌的排行榜 你就會看到世界屏啊 或者是你自己的公會頻道 有些人會在上面打歌 來幫我聽幾秒幾秒喔 類似像這樣子 再來第八點 第八點呢跟第一點還蠻大的關係的 剛剛第一點提到 這款遊戲非常容易交友嘛 那除了交友 其實呢這款遊戲蠻重要的一點就是 伴侶系統 而且她情侶系統也不單單只是掛掛稱號啊 結結婚就沒了 她的情侶系統呢 會把兩個人的家園合在一起 這是大家一起顧家園的感覺 而且那些訂單都可以共同解的 這是如果呢 男方是一個不愛顧家園的 娶了一個很會顧家園的老婆 她就會幫你把家園顧好好的 是不是聽起來還不錯 但是呢如果兩個人都不愛家園 這家園還是廢了 所以呢如果你要結伴侶的話 一定要找一個能互補你的人 所以她的情侶系統呢 跟家園系統算是還蠻息息相關的 另外現在呢 還有就是精靈的系統 精靈系統也是跟情侶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你們會兩個人一起養那隻精靈 所以如果呢你的伴侶比較會養精靈的話 你就賺到了 再來第九點呢 是跟隊伍有關係的 她隊伍裡面呢 有所謂的自動跟隨 你可以把你的人物掛在隊伍裡面 然後就會有你的隊友 幫你去把你的活動都打好打滿 其實如果以一位隊友來說呢 可能會心裡稍微有點不平衡 但是如果你們有自己去討論好的話呢 會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因為如果是上班族 你沒有辦法花這麼多的時間呢 去參與每一項活動 那如果剛好你的隊伍有一個人 在那個時間點在呢 你就可以讓他去代替你參加這項活動 其實這算是一個蠻大的好處吧 好再來最後一點第十點 第十點呢 就是有關係到成就跟蒐集啦 邦尼是屬於一個非常喜歡蒐集成就 跟一些稱號的人 所以呢 在這點上面我就很喜歡 而且他還有圖鑑 那如果你跟邦尼一樣呢 是很喜歡農這些東西的啊 不管是農素材 收集稱號 或是收集時裝物品 如果你都非常非常喜歡的話 那我覺得這款遊戲可能也挺適合你的 就算你無客 也不用擔心 時間可以補足一切的 好啦 以上十點呢 就是邦尼為什麼會這麼喜歡這款遊戲的原因 當然還有很多很多很想講的 不過呢 這一次呢 因為是做分享 不是做攻略項的 所以呢 也不會講一些太細的東西 我想如果講的太複雜太細 大家應該也聽得不煞煞 而且可能也會因為太複雜而失去興趣 我覺得真的要自己有進來玩過體驗過 才會知道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不知道巴尼講了那麼多 大家有沒有對這款遊戲稍微有點興趣了呢 你們呢 可以邀請四五個好朋友來一起玩 因為一組是五個人嘛 你們就可以五個人每一天固定打打東西 玩玩開心的 偶爾小課小課呢 滿足一下慾望 這樣不覺得很棒嗎 那因為這款遊戲的伺服器非常多呢 所以邦尼也會在底下提供一下自己的伺服器跟ID 如果想要特別來這個伺服器玩的人也可以喔 那如果是想玩 但是還有一些顧慮的人呢 就不要再猶豫了就玩吧 呵呵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就來問邦尼吧 那邦尼今天的介紹呢也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邦尼的影片呢 請訂閱邦尼的頻道 分享邦尼的動態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呢 記得幫我右下角按個讚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